各位購買你們好 我真的覺得 Xenowash Basel 的手錶很特別 當然有些標款是 ETA 224 機心 但它亦有很古老的機心 現時也很少聽 今天也會介紹一下 而且我亦看到原來也有出這麼漂亮的潛水錶 所以今天 Field Watchers 也有 潛水錶也有很棒 這兩款是差不多大尺寸 而且亦有 Field Watch 路線 亦是用了古董機心 看看它的標徑 這款是 38mm 左右 只有 369 機心 所以一看它就覺得又像一款高級瑞士碗錶 即是 R 字頭那款 Explorer 其實它用的機心是古董機心 就是 Adolph Schult Adolph Schult 或是簡稱 AS 大家都未必很熟悉這個機心 其實這個機心是 1970 年代的機心 所以這款手錶和剛才那款都叫 Precision 都是用古董機心 這款是 50 米防水 說起 AS 的機心廠 其實它 19 世紀已經出現了 當然到了 1970 年代的城堂風暴 這款手錶 當然不太熟悉了 其實原來它以前是遞屬於 Eterna 它是 Eterna 的機心廠 後來就獨立了 而 Eterna 亦都做了 ETA 的機心廠 所以之後它在七幾年的時候 又再回歸 Eterna 所以真的叫浪子回頭 你可以叫做 還有這款是 Military California Dial 最搞笑的是12時位置 它真的寫著 California 它不是寫著 Zeno Watch Basel 而是寫著 California 看到有羅馬數字、條字和阿拉伯數字 混合而成這個小時刻 我真的未見過一隻 California Dial 的手錶 它的標籍是 California 更有趣的是它這款手錶全部都是 Swiss Made 即是12時位置有 California 6時位置是 Swiss Made 又加州、美國加州 然後有瑞士 真是全世界都被你玩了 這款手錶是30米防水 剛才那款手錶是50米 我不知為何有20米的分別 大小7吋的手錶 這款手錶也不太大 但很有Vintage OneBell的味道 而這款手錶亦是用剛才所說的 Adolph Schulte 的古董機心 所以這兩款手錶 你別看它是三針 好像很普通 其實它的機心是非常特別的 對於喜歡儲存不同機心的朋友 剛才介紹這兩款都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大家用手錶機心 很多時都是ETA 224、SW 200、Miotar、NX35 這兩款的機心是非常特別的 再介紹這款Pilot Classic Titanium Pilot Rinder 24 Hours 這款是40mm錶 整款手錶都是用這個鈦金屬製造的 所以很輕和防敏感 這款有何特別呢 看起來好像之前有見過 小秒針在九時位置 三針有何特別呢 這款除了是鈦金屬殼之外 還有很特別的就是 大家看到數字是由2至24 其實這款錶 剛才也說過的錶名叫做24Hours 因為它轉一圈 小時轉一圈其實是24小時 這款是24小時的手錶 而且它用手上的機心 我看資料 它是叫做6497 所以秒針在九時位置 但它不是說ETA 6497 而是寫著SUPRO的6497 SUPRO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機心床 我不知道是否它改造了6497 還是怎樣 總之這款錶一定不是最基本的6497 因為它時針 剛才說 轉一圈是24小時的 很棒這款手錶 還是全體金屬 非常棒 又輕 這款手錶又特別 這款手錶仍然是手上鏈 還有原來做頭底的 大家都看到它的佈局 就像是ETA 6497 不過一定經過這個改裝 以及有這個逆來瓦直線打磨 通常我見用這個ETA 6497 98的手錶 通常直徑都是過四手 通常是42、44 而這款是40mm錶極的 而這個機心 如果是ETA 6497那些 就說是36.6mm 所以它大部份位置 都比這個機心佔據了 所以我也很欣賞這個設計 就不會太大隻 亦都給大家看一些夜光 我非常喜歡這款PILOTS WASH 有24小時 又頭底又有TITANIUM 不過它的防水性能是30米 所以真的不要拿去接近水游泳 水上活動就不好 還有我看到官方資料 這款手錶是限量版的手錶 不過限量多少隻就不太找到資料 總之就是限量版的手錶 剛剛介紹完這三隻Field Watch 和PILOTS WASH 都用這個很特別的機心 之後就介紹三隻潛水錶 也是我第一次介紹這個ZENOWATCH BASEL的潛水錶 看到它的錶徑是40mm 打側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錶鏡鏡很突下 它是用了阿加力膠鏡 不是藍寶石水錶鏡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很有復古潛水錶的味道 再加上這條MASH BRACELET 或米蘭積帶、米蘭鋼帶 更加有復古潛水錶的味道 當然有這個彈向旋旋外圈 我蠻喜歡它的錶面佈局 你看到數字、時錶很大隻 然後12時位置寫著ZENOWARMY 這隻叫ZENOWARMY DIVER 亦有鋁的錶子 6時位置寫著AUTOMATIC 以及300米防水 有screw down crown 上鎖的錶關 在4時位置 即是與ZENOWARMY的手錶 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日力槍亦是在4時位置 剛剛在錶關上 我覺得這個設計也蠻好的 好像平衡一點的體落 讓大家看看這隻錶旁邊 那片鏡子真的很拱吓 我覺得看起來像潛艇一樣 說真的它是300米防水 再加上這條鋼帶 更加顯得它復古 這裡有個安全扣 你拉起它 再在這裡拉一拉 這樣就可以開啟了 它沒有這個按鈕 沒有這個pushes 亦給大家看看底部 也是有些簡單的資訊 它這隻錶用的機芯 就不是什麼古董機芯 就是用這個ETA-224 非常順賴得 ETA-224的機芯 說得潛水錶 應該也有夜光 沒錯 紫針 小時刻度 還有旋轉外圈的一點也有夜光 但是我7吋的手碗 40mm 就不會太大隻 這隻錶也有那麼少一口 所以它也有那麼少一份量 除了這個黑面之外 也有這個橙面 最右邊的看起來跟第一隻一樣 不過這兩隻它是用板帶的 而不是用米蘭鋼帶 就看得清楚了 剛才米蘭鋼帶那隻 還是限量版 限量150隻 這次有寫 總之橙面也有 黑面也有 板帶也有 米蘭鋼帶也有 什麼都可以選擇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些 總之現在上排就是 軍錶和飛行員手錶 下排就是潛水錶 亦是甚麼款都有 可以供大家選擇 價錢又如何呢 潛水錶大約六七千元定價 而飛行員手錶最便宜 就是加州面那隻 就是5680港元定價 最貴的就是它旁邊那隻 就是過一萬的 11800港元定價 24小時首長鏈那隻 當然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西九龍中心的 事量科查詢 你看到這個頻道 一定會多些優惠 那這些錶 最貴的定價 都是剛剛過一萬左右 即是說 其實自然之後 全部都是一萬以下 我估計 可能是四五千 至到八千多 那樣 非常之神位 而且有些手錶 有限量版 又有這些古董 特別的機身 即是可以供大家選擇 所以真的非常之吸引 好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少點 不可拍片 還未訂閱 麻煩大家訂閱我 按LIKE 還有留言 對我來說很大的推動力 我會再找多些優惠 優惠優素的手錶 和忍性的標榜 給大家談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分享 拜拜 拜拜